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二十集 听了太平的话 武赵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大疙瘩 武忧计 那个小子闻不成武不救 性情懦弱沉默论言 除了相貌英俊别无所长啊 如何呀 不行 就他最不济 你偏挑上他 这可是找丈夫 不是找面手 武赵不假思索 一口否决 我知道 太平的态度 一身强硬 我本有个心爱的丈夫 可叫你弄死了 现在我别无可求 就想找个风流顺眼的人 又没出武家的圈子 这也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成四乃是宰相之身 统侠百官 助阵登位 日后获有一番大前程 游记算什么 当个中郎将还全靠我照顾 他有什么本事 哼 别大言不惭了 武成四又有什么真本事 不过弄几块石头 弄来一帮专拍马屁的人 武时不孝百步 我看 都是那么一回事 反正我看上武忧计了 他英俊潇洒皮就好 跟他过日子不吃亏 胡闹 也跟他不合适 而且 他已有妻事 前两年刚成婚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非他不可 您老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嫁了 什么 你敢威胁老娘 武兆火大了 不敢 我哪敢不敬您呢 但是您若执意相逼 我还去岭南 你又来这一逃 别忘了您呢 别那孩子说事 要打要杀有着您 您若非要害他们 我胳膊再长也拉不住 亲儿子都放不过 还指望您顾年外孙吗 大胆 你这是在跟我讲话吗 都是实话 怕人说别做呀 如今 母女吵得非反迎天 全然顾不得身份了 婉儿与高颜福在外听得清清楚楚 却也不敢走进去劝 恰在此时 薛怀一风风火火登记而来 如今呢 他是一天比一天威风 又是风诀 又是升官 因大云经书之事 也捞到了一件紫家纱 相当于三品高官的紫袍 这次 筹建天堂的差事 又毫无意外地 落到了他的头上 故而 连日与东关降座 商讨工程 已经初步拟出图纸 忙跑来向武赵汇报 上官婉儿一见他来 连忙几眉弄眼 是以他殿里有事 薛怀一会议 一扭身子 蹭到高岩福的身边 也隐在店门旁偷偷窥探 见里边大呼小叫 母女俩争得不可开交 全无半分皇家礼数 不禁无嘴切笑 高岩福是个厚道的人 他拍了拍薛怀一的肩膀 神皇与公主吵得这般厉害 我们不便说什么 大师 您急得神皇宠幸 该进去劝劝才是 薛怀一回头瞥了他一眼 老弟啊 你不懂了吧 这个不能劝呢 啊 为何 薛怀一脸坏笑 这样 朝廷的事我能掺和 军队的事我也能掺和 唯独俩女人之间的事万万不能掺和 尤其他们俩还是一对母女 你不劝 你不劝 吵一会儿就好了 你若是去劝呢 那越劝越坏 还得把自己搁进去 听我的啊 能躲多远 啊 躲多远吧 说吧 他一溜烟跑了 这 我 为什么呢 高颜福揣着手琢磨半赏 百思不得其解 三天后 又五位中郎将 武幽济 奉赵入宫 在武城殿建家 一见面 武赵就宣布 朕 假设你为驸马多位 增议三百户 最终 他还是迁就了女儿 强扭得瓜不甜 太平死活不愿嫁五成四 又能怎样呢 离五连姻 乃未巩固宗室 太平若跟五成四过不到一起去 那强嫁过去也是麻烦 将来 闹得双方不合 打打闹闹 那连这门婚姻 还有什么意义啊 反倒是生出隔阂来 那还不如不假呢 武幽济呢 好歹也是武家人 他本人虽然不计 他哥哥武幽宁 倒还算得上是可用之人 既然太平乐意 好赖就这样吧 说话间 高颜甫已经捧着印寿 来到武幽济面前 武幽济怀疑自己听错了 驸马都尉 岂是随便疯的呀 可是印寿又在眼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本来就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一见到姑母就紧张 今天遇到这么一处更是不知所措了 高颜甫连忙提醒 驸马 驸马快接印谢恩呢 武幽济迷迷糊糊地接过印 是 是 陈 谢 谢神皇 不过 陈 陈 他支支吾吾 不知道说什么好 光盛哆嗦了 好了 武兆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 徒有双滑 无双质的绣花枕头 可是呢 女儿心甘情愿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懒得听武幽济叙叙叨叨 索性就挑明了 朕把太平许配给你了 你快回家准备准备 过几日 就成婚和谨 搬到公主府去住 无忧记直冒冷汗 我娶太平公主 我家里有妻子啊 难道还能让公主做小的 我搬去公主府住 那家里怎么办呢 这不是胡来吗 神 神皇 陈 孔 孔不能放 武兆哪听的解释啊 一脸不耐烦 别犹犹豫豫的 实话跟你说吧 朕原本也是不愿意的 你小子会什么呀 可偏偏你 生了一副好皮脑 太平看上你了 非你不嫁 朕也没办法 只能便宜你小子了 这便宜能要吗 敢要吗 武幽济心里着急 说起话来越发支支吾吾 可 可臣 家中有缘 缘配呀 武兆不理他 依旧只顾说自己想说的话 你小子记住了 太平市镇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这桩婚事 又是李武联姻至关重要 将来你可不许苛待他 倘若他有一差二错 朕绝对饶不了你 这话说出口 他又觉得多余 太平是什么性情 就这小子的胆子 将来谁欺负谁呀 武幽济见神皇动怒 纵有一万个理由 也不敢再说了 连忙叩首 是 是 哎呀 你小子呀 跟你爹简直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往人前一站 那真是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一说话办事就不成了 今后多学着做些差事 好好历练一下 好歹干出点事业 也不枉为 我五姓之人哪 五诏说罢 起身而退 回转后宫了 五幽济捧着印寿 在殿上摊作伴赏 好半天才稳住心神 却一退去 忧愁又来 家中有妻 神皇又以公主相许 这可怎么办呢 想恳求姑母收回成命呢 又没着胆子 抱着驸马大业 在殿里边转悠了好几圈 最终还是气馁而去 回家慢慢想主意吧 五幽济的宅邸 也在皇宫以南不远 自然也是五兆次的 但是 因为他在众兄弟之中 最没地位 所以宅子也是最小的 根本无法与五成四 五三四等人相比 此刻 五幽济满腹为难 垂头丧气走过天津桥 磨蹭了半日 才到自家的巷子口 猛一抬头 忽见兵甲林立 票计纷纷 有一队与林军包围了他的宅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五幽济吓得差点把印寿都给扔了 可是 自己的家又不能不回去 处处坦坦 刚走到门口 见范云仙从里边走出来 两人撞了个正招 恭喜驸马 范云仙朝他身识一礼 显然已经知道五兆的决定 多 多谢 五幽济目睹地点了一下头 想问问什么事 却见范云仙已经跨上马背 领着那群兵走了 五幽济心下游移 迈步往里走 又见满府的仆丛 婢女 仓头都立于院中 个个惊慌失措 有的竟还抽抽叶叶的 这 怎么回事 范公公 来此为何 无人应答 大家都跟哑巴了似的 纷纷躲避他的目光 五幽济心内一紧 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快步奔上大堂 却见 与他恩爱数载的结法之妻 已经吊死在梁上 脚盼 抛着一只明晃晃的神皇纸书 因五兆的恩典 五幽济 便为官夫之身 娶妻再无障碍 几天后便和太平公主举行了婚礼 昔日太平与薛绍成婚时 占用的万年县衙 轰动整个长安城 但这次规模明显小许多了 只在公主府摆了场家宴 一个是再嫁之父 一个呢 是另娶之夫 确实不宜太过张扬 而且此时哪里还有李氏亲戚啊 只剩五家人来为他们祝福了 那场面自是比原先逊色不少 但是 五兆给了他们更丰厚的奖赏 太平的封义 增至一千两百户 五幽济 晋升又位大将军 红霄帐内 洗烛之前 太平公主与五幽济两手相握 四目以对 虽是红粉家人 与俊俏郎君 彼时神情 却皆有些木染 这对都被神皇剥夺爱侣的男女走到一起 是该忧愁 还是该庆幸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五成四也参加了婚礼 他显然没什么大毛病 休养几日就痊愈了 痛失迎娶公主的机会 他未免有些惋惜 却也没太介意 还是乐呵呵地送来贺礼 此刻他还没意识到 他失去的 远不止一次婚姻这么简单 或许恰恰是这桩婚姻 注定了历史 也注定了 他的人生悲剧 太平公主改嫁 五兆的最后一桩心事了结 离五两家的政治联姻 也完成了 至此 他再没有任何牵挂之事 所有准备都已完成 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张开双臂 拥抱他梦寐以求的皇位了 也就在这时 许多神奇的传说 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而且不静而走 很快就传得朝廷内外 世景万象 无人不知 内容都是关于武士 取代李士的 据说早在神皇三岁的时候 当时著名的术士 袁天刚就给他看过相 说他呀 是龙同凤井 福西之相 断言他日后 必定能成为天子 南北朝以来流传很广的曲子 《武媚娘》 那就是武士得天命的象征 昔日随朝太子杨勇 在新年之际演奏词曲 太子贤马李刚立刻见之 原先人们都说 是因为词曲乃弥弥之音 其实不对 因为词曲蕴含天玑 唯恐真有叫媚娘的女子 窜夺了他们杨家的天下 西乎 天意注定无法改变 杨家的设计被李家取代 但是名叫媚娘的女子 还是出现了 据说 贞官年间太宗皇帝 曾读过一部 名曰《密史》的陈书 其中记载 唐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便为此忧心忡忡 当时 华州刺使李军县 因结交数事被处死 其实啊 那是太宗编出来的托词 真实原因吓人的很 有一次 太宗在宫中大宴重将 久憨而恶之际 想找点什么乐子 便叫大家 爆出自己的乳名 众将挨个站起来 乱七八糟的叫什么都有 太宗笑的是前仰后合 哪知 轮到李军县的时候 他说 臣的乳名叫 五娘子 那李军县 瓦刚草寇出身 生得榜大腰圆 五大三粗 小名竟然是五娘子 众将岂不哄笑啊 唯独太宗皇帝听后 甚是惶恐 李军县乃明州五安县人 当时官居左五位将军 爵位是五连郡公 参与首位玄武门 五字一向和他有缘 太宗皇帝早就对其暗藏戒心 这次连娘子二字也出来了 莫非他就是将来取代礼堂的女主五王吗 当时在席上 太宗没说什么 但是过后不久 便将李军县调任华州刺史 这才强加罪名 将其处死 不过 李军县虽死 天意却无法改变 太使令李春风夜观天象 发现太白惊天 又登上龙首山望弃 发觉宫里竟有两股帝王之气 于是禀报太宗 说 臣据想推算 女主之诏已成 就在陛下宫内 从今不于三十年 当有天下 诛杀唐氏子孙 太宗皇帝大经 欲将宫中可依女子尽数诛杀 李春风劝阻道 天之所命 无 阳臂之力 望者不死 多行杀戮 枉其无辜 且据上想 此女 已是陛下属隽 三十年后 她已衰老 老则仁慈 虽 寿终一醒 陛下子孙 祸不甚损 今若杀之 当即复生 三十年后 便是少壮之人 少壮严独 杀法果决 若如此 则陛下子孙 将无一类也 太宗文言怅然 楷探天意不可为 看来 女主武士为帝 是命中注定 只能是听之认之 这些传说出文之际 奥妙玄奇 但是略加私存 便知自相矛盾 荒诞不惊 袁天罡 李淳峰 二人相识 如果袁天罡 已知天命者是谁 李淳峰 还用得着费尽八力的 观星忘弃吗 再者 趁书觅使 是何人作 何所来 为什么以前 没人听说过这部书呢 这些故事 究竟从何而来 恐怕 五兆的心里 是最清楚的 虽然知道这欺瞒不了有学问的人 但是 糊弄寻常老百姓 绰绰有余 况且 还有宝图 明堂 和大云经 对天命的渲染已经足够了 这个时候 他亲自出马 对文武百官 谈论了一下 他们家族的源流 武士 起源于两支 一则出于子姓 乃商朝 第二十三代君主 武丁之后 另一系 出于姬姓 乃周平王少子姬武之后 武赵说 他们文水武士 属于姬武这一脉的后裔 俨然与先前相放州里的改革 无比契合 很快 五成四 五三四等人 就编出了他们文水武士家谱 这次远不止期待 不仅把姬武算作他们的老祖宗 而且把反抗秦朝的赵王武臣 东汉汝阳太守武轩 曹魏光禄大夫武州 西晋尚书武该等人 一系列信武的历史名人都写成他们家的祖宗 究竟是不是真的 千百年来的事谁又弄得清楚呢 祖宗原流理清了 他的新王朝的国号 也不言而喻 那便是大周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